現在頸椎病已經有年輕化的趨勢 一般的成因都會跟他們的長期姿勢不好 第二就是跟壓力有關 如果你是屬於初期頸椎病的情況 我們有拉筋方法可以幫助到 目標是將肩 頸 背 整塊肌肉一起放鬆拉筋 呼吸拉筋法基本上就是集中我們肩頸背的動作 做的時候要配合呼吸 首先我們頭慢慢彎低然後開始呼氣 記住先從頸椎開始彎然後才去到背部 彎到最底的時候我們兩隻手都可以向下 慢慢頭開始抬高 抬高的同時我們配合吸氣 然後要挺胸 這個也是為止三秒 然後這個動作我們反覆做三至四組去做 當我們彎到最低的時候我們呼氣 我們腦骨也會縮到最小 這個時候就會是我們整個肩背部最放鬆的狀態 獨家角度 最強名家 最新戰報 觸動細背 一網看盡 我們去看三尊 琴